这几天 2022年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 家住济南来吴区杨里街道苍上村的双胞胎兄弟 吕泽秀 吕正秀 双双通过北京大学强击计划 分别收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与物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吕泽秀 吕正秀两兄弟是来吴医中六零级学生 哥哥泽秀从小就喜欢数学 而弟弟正秀在八年级时喜欢上了物理 从市级到省级到国家级 他们的竞赛之路并不平坦 哥哥泽秀说 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孤独 一个人进省队 一个人停课 一个人外出比赛 学习 直到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 而弟弟正秀曾因心态问题而在复赛中失利 经过了漫长的调整期才渐渐恢复自信 我父母能够支持我们 一直到现在拿到精英牌 然后最后上北大 非常感谢 继续学物理 然后进科研组 搞科研 对于正在高中拼搏的同学们 兄弟俩也给出了一些学习生活的建议 上浪高中里面视野还是要排阔一点 不能就是广想学习 广想学习反而是学不好的 你要去广泛地涉猎一些观点 一些心理学哲学的观点都是可以去学的 一定要把心静下来 就是要非常平淡地看你自己的成绩啊 这类的东西 这样你才能够去冷静地思考 你自己在这个事情里面到底得到了什么 你投入了多少 然后你最后得到的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 然后你个人的能力有没有提高 包括你个人的现在的现状是同样的 你把这一切都冷静地看明白了以后 你还能有这个针对性的一些的措施 去提高自己